我刚刚说在公司讲水货 因为以前我的印象 买水货比买正版的 可能我很喜欢走水货店 第二件事就是去买 一定要问清楚是正版还是水货 很多时候不止NTSC和PEL的分别 还有语文地区 有没有中文有这样那样 到今天我都问的 不过似乎 问的当然只是问语文 有没有中文或者英文 因为很多语文任你选择 但是这些水货空间 我认为帮助很多人发达 不过现在似乎没有什么水货 已经没有了 甚至可以说 但是这些机器这么贵 我经常都说有没有可以交换 或者二手 原来有的真的 我试过要很贵的价钱买一些 就是失传了想玩一些旧的游戏 我和我孙女找一些旧的游戏来玩 江少爺你也有经验 对这个水货这一样东西 就是作为一个正版持有人 那个生产商或者一个品牌 他是不抗拒这一样东西 以为是怎么样 其实暂在厂商的角度来说 是完全不介意的 我觉得是 因为刚才说过 他们的利润是来自出货 那你做了一个保 你投入了资金开发的主机 其实你不爱货 那变成现在有人抬着钱 尤其是我在说以前那个年代 如果你要做水货商 那首先你一定要提出来的付款 一定要给行货商更加正 是不是 行货代理可以货后三十天的 就是货到三十天后数 但是水货商就麻烦 起码COD 或者你继续才送货 也不错 是不是 我们也不错 就是新开户口 认识你 认识你和毛吗 你明天走 我们送货去你那里 COD 那些货怎么办 所以一定可能是 你直接钉银我才要送货 好像你在百老汇买东西才做代理 也不错 那变成暂在日本 我自己以前做的日本牌子 暂在他们的立场 他就觉得无论你是水货也好 行货也好 总之你和我买货也好 是的 至于他自己暗地说什么 他一定会演戏做全套 他在那里说 我们很努力 以前常常听乡 我们很努力 他在那里做 很努力 很努力 我们在那里做 我也知道 大家这些 就是 当年如果我们 对某个模特儿 我们自己出一张 鸡碎那么多 难道还好意思 跟厂商说 当然他也会 盖我两百个 你这么多事说 不如你多拿货先 所以 水货是对指定的代理商 是最大的损害 代理商肯定 也有这样的承诺 要用多少钱去买广告 你承诺在合约期 最低限度 要推多少货 那是他什么责任 是的 很多时候代理 很多时候代理 就出了这些汗 出了这些汗水 出了这些钱 去建立品牌 但是那个水货商 就是乘虚而入 就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这个真是错 但是 没办法 我现在看下 我这张电脑桌上面 有什么是行货水货 我好像看下 我的猫子也真的是水货 为什么是水货 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 我们这些 一般消费者来说 最重要是便宜 对不对 现在经济又一般 那我记得 我买这个猫子的时候 去深水埗某间正货 他就说 八百 八百九万元 原价是这样的 这个牌子 这个是名牌 这个猫子 再找一下 然后看到 这家说有水货 然后拿去问他 这个有多少 水货 我说是水货 四百百 我说 还有四百百 他说 没有保养 也知道 七天了 自己拿回去就没有了 但其实暂中 我现在的立场 我没所谓 因为我自己做过电器 我知道电器没有那么容易坏 有什么所谓 七天就是七天 四天 四天都可以 其实我拿回去不坏 我自己的镜头也不坏 但当你看到 可能他自己要买货 或者他要走路 其实那间店铺多了 一个星期就收拾了 我没有理由 我没有理由买八百 我拿回三百 然后买多一件玩具 给孩子不好 所以这些很容易 在消费 或者我做过生意 对于水货来说 我也有少少经验 第一水货的滋生 有这个水货的衍生 其实是经济问题 因为水撞船高 或者水向低流 有利润的生意 一定是有人找来做的 如果我们以前 我以前老板做游戏机之前 都是走玩具水货 都是走玩具水货 不过近年就有一个转变 就是一些国际大牌子 基本上他就不是找地区代理 他自己来做 比如任天堂现在 任天堂现在没有代理 任天堂现在没有代理 他自己做代理 他只是找分销商 Apple也是 Apple即是苹果的手机更加 自己做零售 而一些比较小的价值的商品 比如玩具 或者电脑的产品 都不在乎 真的不在乎 就像刚才所说 出厂最重要 不管我自己生产多少 我才知道你是在哪 基本上是相同的道理 至于你说代理 他最大损失当然 但是暴力也是他的首选 为什么买988 因为暴力 赚了先 赚了之后 税货慢慢追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的确水货和正式代理提供的产品 根本是一模一样 甚至乎由水货 因为要迎合市场的空间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价格差异 有欧美的电影 荷里活的电影 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它是因为制作的要求 可能因为这个售价 根本水货比行货也有 不过行货不提供 行货没有 于是製造了商机 你给那些人 产品有 或者那些特别 喜欢这些版本的人 有个空间 就是有一个消费者的选择 综合来说 第一个经济问题 是 想问一下Tommy 或者你两位 有一件事叫做Tamagotchi 是 但这件事不是游戏机 但它又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 曾经风骚的时候 玩具 曾经风骚的时候 现在好像又可以卖 那你算不算是一个游戏机 那些 你觉得它怎么衍生出来 为什么我问这件事 我觉得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小朋友何时开始 看或者打游戏机 你想想那些孩子 可能几个月到一岁 那些父母 我见到 不止一个 就给他们一个手机 看 看卡通片 那些 总之画面飞来飞去 那些 很快就真的 我觉得 星爹 他们懂得掃 手机的时候 就已经是 可能掃画面 看看另一道戏 根本就已经进入了 准备去打游戏 那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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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分别 现在我在做玩具生意 其实它们的游戏 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类别 仍然有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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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人买 什么孩子买 不是小孩子买 900元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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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些便宜些 300多 应该这么说 刚才我上一部分 说到German魔术 又不像同一些 卡片游戏 随身带 其实都是同一类别 它算是游戏机的一种 但也可以说是电子玩具 它是写了一个程式 透过一个屏幕 去entertain客户 当然这是一个故事 发生的情况 去entertain你 卡马户是一个 叫做浴城的游戏 将鸡仔由蛋 枯化之后 你要entertain它 即是你要服侍它 一个浴城的游戏 到现在来为止 其实都是来来去 都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真的有人买 真的有人买 买得这么贵 因为一些叫做限定版 一些叫做旧的情怀 不可以说是没有的 但是它继续来说 当然最高峰的时间 应该是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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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令到在 也不是全民的了 是令到代理商 在一年之内 是可以在山顶买一间屋的 所以捉到潮流 就可以发败了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